就是跟 洪委員就講 我是有一個網譯 叫2road.com 然後最近他不是Google.app的那個 那我也去把 2road.app 我也把它弄下 那到底 我是想看看他是一種設計 因為我剛剛看了你這邊的 這個設計 他都有一個topic 比如說幫忙 主語的父親 總之他去解決一個社會問題 對,一個或兩個 但我這個比較像是一個 一個虛擬社群 對對對 像我這邊我就看到一個有人在研究 這個PPT的 那他只是一個formate 他是用這個PPT的形式 那當然他裡面有一個這個 一個扭力板 那我還有看到的就是說 這個是一種 那個什麼 那個叫什麼 社群隱藏 Foreign的方式 Foreign 另外你看他這邊還有一個 馬祖 他叫線上馬祖 是 不過他這個就比較像 那種實際的操作他比較像 介於媒體跟那個 website 他就不是一個 對 他是一種新聞媒體的概念 但是附帶的就會有一些 討論或什麼 他是附帶的 所以 所以呢 講 比較 快速一點就是說 我現在想就是說 因為 我target的大概就是 40歲到60歲 就要準備退休前 很像我這樣 但是 年輕力壯 也有一些社會經驗 那 我最近讀到一個什麼 微精通吧 什麼 micro master 就是說 很多人他不會像 這些年輕人 他就是有一個想法去解決一個問題 然後他就 可能就是全職的就做這些事情 但我覺得這很好 因為 年輕人就像 讀大學前 你就去全世界旅行一下 或者是 讀完大學 你要進business school 或什麼school之前 去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 但是 有一個就是 40歲到60歲之間 然後 他每次只能做一點 他只能想要做一點做一點 但是 做久了 他也是變成一個 一個 或他routine會關心的東西 好 那 所以我 我的設想 其實這個 這個domain name 我已經買了 大概十年了 當中很多 很多 寫簡體制的人要來買 嗯 那 我就想說 因為他們買是因為 土樓是一個旅遊的景點 所以他是一個trivery的那個 那樣子 他可能 也要買 那 我最基本的一個構想是說 不好意思 我吃很熟 就是說 一個website是這樣子 那 有主廠跟客廠 其實說 我今天我住在台北 嗯 那我的 主廠是 假設是在台北 那我台北這邊的 就是比較有新聞性質的 那我客廠這邊的 就是Foreign性質的 那 比如說我關注的是屏東 最近我 我看到那個 榮英台部長 又回屏東的那個 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 還蠻好 他已經住在屏東潮州 九個月了 對 主要是因為他陪他的母親 對 那 這個 這個就蠻酷的 就是說 欸 誰也沒有想到這個 榮英台部長 他會 我在文化部的工作三年 你可以衝他為 下面待遇吧 對 這個 這個都是平凡 是在應付各種各種的 爭吵 或者是製造的爭端 再加上退下來 我逐漸的就發現 早上醒來 第一個問題是說 你為什麼在這裡 全世界最需要你的人 其實是在屏東 那 你為什麼在這裡 對於 美軍而言 這就是他人 美軍就是他的母親 然後我還在做很多 其他的事情 決定要下鄉來 陪媽媽的時候 這連這個榮部長 他一不幫我們想說 他是他去香港 他去德國 他 他去哪裡 但是 發現他 竟然他還是回到了一個 很鄉下很鄉下的地方 然後他就租了九個月 當然除了日本出什麼天長地久 改天我也去買一買 因為我是來自屏東 所以他裡面有一些照片 甚至他 他的母親 在一個醫院的保健醫院 那個就在我家附近 我就看到那個保健醫院的那個 所以 很多 在台北 或在新竹 或什麼時候 那 他也會同時關心 故鄉的事情 不過榮部長 他應該是 求學的過程裡面 可能是幾歲都還在這裡 他只是中間出去而已 這個很好玩 因為 我看他的那個 PDR是 他為什麼要榮印台 榮是他爸爸的名字 姓 印是他媽媽的名字 他們都是從中國大陸來台灣的 這奇怪 他 不曉得 他們那時候 自在學廠工作的時候 他們是在高雄大陸 是蠻靠近屏東的 對 沒有潮州這個地 哦 所以比較是高雄人 對 所以潮州是對台南 是新的故鄉 那種感覺 可是他住了久 因為他母親在那邊 因為老年次在那邊 所以他就陪他 然後裡面有想到 每天看大午山 大午山就是屏東那一個 對 總歸就是說 每個人都有這個需求 嗯 那你不要等到你六十幾歲的時候 才啊 你母親已經老年時代了 然後你再去陪個九個月 不過他當然說 他是一個治療 他是一個治療沒有錯 他其實他九個月非常 peace 因為 人到一個年紀 他就會回想到潮州同年的時候 那同年的時候 也是一種治療 我不曉得他是這樣 在影片上是說 他是一個 他是一種治療 對 那人們都會有這個對故鄉 就算我們在台北 是到了 然後美國 到了哪裡 都會有這個 所以 會有一個部分是客廠 這個forum 也許有一天 你的租廠變成你的故鄉了 對 有一個叫張明正 就是去世的那個 他其實是屏東市的 就是去世科技那個 那他現在是跑到花蓮還是哪裡 去那個 那這個時候 租廠 客廠 他有一個東西呢 是 我上次在跟你的線上有提到 就是說 嗯 養蜜蜜蜂的族群 對 那 養蜜蜜這個族群還是很好玩 因為我參與其中會發現說 這個東西啊 沒有人快或慢 我不會指責你比較慢 對 因為我們不是要共同完成一個project 你的慢不會拖累我 不會拖累你 那大家有自己的那個face 對 那 那 共同養一個東西 然後 有人當然會立的 那有人會是中心點 然後 去發散給別人去知識 然後有些會 那個 那這樣有點像 有點像 像有人講那種的 共同學習嘛 他就把那個變莫二字形 一個 一個佐藤學 對 那其實 可是成人的這種學習 也有可能會有這種 養蜜蜂也好啊 養貓養狗 我種什麼 或種一個樹的盆栽 或什麼 那 有點像圍巾通通這樣的 就是master piece 然後你慢慢 開始做第一步 第二步第三步 或是什麼 水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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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那個叫什麼 魚菜共生 魚菜共生 你也可以做成這麼小的 然後就在那裡 所以 這個東西也是跟 土螺它整個意象會有關 落地生耕也好 或者是 我這邊有寫一個 就是 我主要的一個 這是我 這是我 上自然 就是從上自然 展個性 每個人有他自己個性 那 這個裡面是一個非常 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地方 我不會指責你 你比較慢 然後你比較快的 你可以 把慢的人拉起來 那這個是 我剛剛講的這個 主廠 客廠之外 它有一個就是 變成一個小的 那我們現在是用LINE 變成一個小的 羊蜜蜂的那一個 但是 羊蜜蜂我不要養到全台灣最好 所以 羊蜜蜂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說 我必須要Local 因為我們要互相支援 那個蜂王 那個女王蜂 死的話 整個那個 蜜蜂的那個群體 會整個瓦吉 所以我這個時候我就要借別人 去幫我養另外一隻蜂王 然後過來 你總不能台北的去支援台南的 或什麼 那是Local 所以 養這個東西啊 這種群蜜蜂也很適合 只是說 這樣有LINE 然後就分在各地 但是如果 它attached成一個 地域性的 然後 第三個那個面向 就是剛剛講的那個 一個 通訊軟體 不管你借用什麼 或你自己create 一個通訊軟體 然後 fix在這邊 那 至於它裡面 那些knowledge怎麼樣 擷取出來 讓不同縣市的 或不同區域的人 拿那個 那個就是之後 系統的設計 那我之前在五年前 我有 申請一個美國專利啊 就是講那個 knowledge based virtual community 那主要是講motivation 因為 你看那個Wootopedia 中文字的 原少於那個 英文字的那個 因為我們 要 motivation 才會去貢獻嘛 那 所以 motivation會是其中一個 解決的 一個要解決的東西 那叫 系統的設計 怎麼樣給你 一個credit 或什麼東西 那 最終呢 我還必須要弄到 因為我 我設計那個專利的時候 有 不過它後來沒有變專利 因為後來 它認為這個是 一種思考思想的東西 或者是那種 一種business method 他不給我專利 我就不跟他fine 我本來就不是要得到這個專利 那 那 trust 在整個這個 spiritual community 最重要是建立的那個trust 你可以匿名的進去 一直長期的 兩三年都是匿名 對 那當然他到一個地步 他到什麼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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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父的時候 或什麼師的時候 他可以選擇 露出來他的last name 比如他是東港的 王師父 或者是 什麼 他可以露出來 他可以選擇露出來 他也可以選擇隱藏 那 因為這個 這個會佔用 你姓王的話 那如果是在東港的話 你佔用這個的話 別人就會排斥他去做這種事 對不對 所以 他會 也是一種motivation 讓他 馬上進階到那種結成 然後 慢慢review到他real的這個身份出來 那他也可以不要review他real的身份 就一直在學習或什麼 都可以 當你review到一個真正的身份出來的時候 你是要開始幫助他 因為你真正的身份跑出來 對 大概 整個 virtual community的想法是這樣 那 這個平台也可以供應說 某一個地方有 比如說 入港他要 有他的想法 他要保護他的鼓擊或老房子 他就 create了一個 這樣的 一個 project 然後去做這件事情 如果這個 夠 多人 他就會成為這個 那我現在的step 就是說 當然這個是設計的問題 系統設計 第二個就是人要成語 就必須要去找一些志同道的人 可以 一開始在這個報導這個新聞的部分 就是他有一個主場客廠那邊 然後 可以像剛剛那個馬祖王或什麼樣的那個 先幾個點 去種下去 然後慢慢的看人會不會拒絕 會不會討論 這樣子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什麼什麼 Trial Sourcing 或什麼什麼 你每個人的他的力量很大 你看每個人捐 捐了一千塊 我跟你講 台灣可以多買 二十架飛機都有可能 對 那個力量才買 那Target的呢 Target是 就是 大概 年齡層 大概就是 四十到 六十歲 因為年輕人他其實 情動力蠻強 Target是 有點土 有點才華 有點青 但是沒有自情力 沒有 或不知道夥伴 有點才藝 愛相土相關的那個 那就是 對 那有時候會做一些小小白的夢子 然後 還沒有想要退休 但是有一天還是要退休 大概是這樣子 嗯 Target 所以就 很好玩就是看到 你這邊有一個色氣的那個 我想說 來跟 你談一談 特別是 嗯 感覺 應該比我們都更聰明 所以 看看 有 而且你在 嗯 就是 IT 或資訊方面 是很蠻 很 就是 很 experience 對 並沒有 一定要 從 這個 團委員這邊得到什麼 綠手 光是可以跟你團 然後 可以 有一些 條件 或性 或什麼 我就 謝謝 有一個叫 燃點的 公營平台 燃就是 燃燒的燃 嗯 那裡面的組成 其實就差不多都符合你剛剛講的這個 profile 就是 四十歲到六十歲 後來也有兩個三十幾歲 但是大部分是四十歲到六十歲 然後也都是法律背景或者是 財塊背景 當然也有一些電器相關的朋友 那 我想 從他們的角度 從燃點的角度 其實 就像你說的 重點並不是全時間去投入什麼 重點在這個過程裡面可以認識志同道國的人 然後一起為這個土地去創造一些有價值的事情 對 那這個就跟年輕人第一次創業的時候心情是完全不一樣的 對 所以 我覺得燃點有一些活動 就是可以考慮參加一下 然後 另外一個是說 如果你剛剛講的是 就是往特定的地區向屏東 那其實很多人會把這個當作是一個分享故事的一個屏東 對 那我覺得你從分享故事開始 就比你一開始就說 我要達到多大的觀光價值 或我要多少人要來屏東 要來的有意義 因為你說 真的做這種中達人生的決定大概也不容易了 對 但是至少故事能夠分享 記憶可以留下來 我覺得這個是 所有人都會有興趣的 對 對 很同意就是 我那時候也是在想說 這一群人 還有一點就像 他們有一點 像Artist這樣子 對 然後Artist還包含就是 寫東西 對 然後 把他的美好的故事 把它寫一點點 或什麼樣 然後跟人家分享 或者他很老的照片 或什麼 照片配合一些小的故事 沒錯 對 那這個的話 目前其實有一個計畫 它叫做 國民記憶庫 國民記憶庫 那這個是目前文化部在做的一個計畫 那他做的事情其實非常的簡單 就是說他會去看各地的不同的人 他透過可能口述歷史啊 或者是一些老照片啊 對 然後你實在不知道這個照片裡面每個東西它意義是什麼 那他會去找一個敘述者 然後去根據當地的那一個地方的這個歷史的一些特性 然後告訴大家說 在這個老照片裡面每一個這個元素它到底是有什麼實際的意義之類 那他在這邊當然也有一個授權的機制可以讓未來的紀錄片導演啊或者是未來的社區的營造者 他能夠回來認識到這些講故事的人 然後再進一步的去進行這方面的討論 那這一部分我的理解就是文化部正在擴大跟你每一個地區的類似文史工作室這樣子的角色去做連結 所以你比較好的是你可以透過這個來連接到當地的文史工作室 那這是一個我覺得很好的線上平台 如果你要做的話 第一個你可以用這裡的素材 那第二個很多設計是可以互相抄的 這是一個 有一個就是好像中研院它是把 比如說這個街道對不對 然後你用它一批它就可以看到說 過往的這個街道的這個樣子 對對對對對 它是另外一個project 沒錯 對那其實有很多地方政府 像台中現在在做什麼台中學 就是專門研究台中的台中學 那他們要重新建立那個歷史的厚度 因為以前大家想到台中 大概不會想到是文化部讀 那個是台南 所以在台中也有它自己的厚度 所以他們現在在建立台中學 那以我的理解 包括你剛剛講那個老地圖啊 台南也有在做 所以其實我覺得第一個當然 往上就是從中央的角度來看 文化部做非常多事情 但其實文化部的做法跟以前 就是龍部長的時候有一點不一樣 就是政部長他的策略主要就是讓地方 這些實際的工作去做 那做的過程裡面有很多故事可以分享 那我們在中央只是提供這種網站的這種授權的平台 讓大家去分享 所以我覺得不管最後你的這個部分 是在哪一個地方先生根呢 我覺得有很多我們在網路上面叫做 創用CC嘛 Creative Commons的這個素材 這個都可以彼此互相借用 那這個時候你一開始等於你一開始站 上面的東西就會比較豐富 那這樣的話也比較容易去展現你的 那個Curation的那個能力 因為如果你什麼都要從零開始 大家自己自拍上傳 你要一兩年才能來集合那個量 就是機身單單的機會 對 才能來集合那個量 但是如果你跟 好比如說維基百科社群 或者是說跟文化部這個 或跟各地台中學啊 台南文師工作中研院 先取得了這些資料 那這樣的話你比較容易去說 那你在這邊主要的還是讓人有貢獻的地方 對 如果只是Consume的話 那等於說你把這些材料重新編排就可以了 對 這個時候 就算有那個Database的Source 可以有 那但是我的 主要的Creation應該是 這個系統的設計 那包括那個版面也不會像 剛剛那個國民機庫這樣 那是很 Traditional 它就是Web site 然後這邊一個這邊一個 對對對 所以必須要思考一下說 這個 有點像室內設計一樣 什麼樣的方式 它要貢獻 對對對 這個是我們 然後另外就是它後面 它參與的 然後那種Mudimation的設計 怎麼讓它 像 PTT 其實有幾個點 PTT當然 PTT它當然有各個Local的那一個 那也有 像 TED TED Plus 那個 台北 還有什麼 台南也有 NCTU也有 很多大學都有 對 但是它有一些 它是Local的 那這個東西就會 有點像 不過它那個是最後的結果 然後去一個Lacture 但是它 它當初打這個名號 就是它希望 比如說屏東也去給它申請 然後什麼 然後就 所以屏東有嗎 沒有 那你也可以確認嗎 我不喜歡用TED 因為TED 不是 TED它是結果論 嗯 你一定要一定的 一定的成果之後 你再上去講 去發表 對啊 不是啊 我們是開始的時候 而且可能是 無數的小 小名 它不是就想要講 是 它自己的生涯 它自己去揮光 而不是要去 秀出來 嗯 那不是十二分鐘 可以講清楚 是這樣 這個TED 我有的看 它確實很多Local的TED 它就是有這樣的方式 沒錯 它也有色系的一種功能 它就是 它也是一個色系 實際上 它如果打上一個Local的名字的話 它確實那Local的一個 色系的平台有可能 這個也是我 我捨備過 覺得這個是 但是 不一樣 那個方向是完全不一樣 謝謝 嗯 很有意思 對 有人 對 所以這個藍點的 我會去看 還有這個國民紀錄 對 而且藍點它除了自己辦活動之外 裡面單獨的人 也都是很有意思的人 對 所以我覺得 嗯 應該這樣講就是說 我覺得你的這個價值主張 已經非常的明確 那主要是在你的實際實作的過程裡面 能把參與者的更多的想法放進來 對 那這個部分我覺得就是要一個一個人去認識 Tate的好處是 它已經有 一個國際的名聲 所以它在Promotion這件事的話 比較容易 對 像你剛剛講的藍點 其實如果你不跟我講的話 也不知道啊 不知道 這些都是剛開始啊 都才一兩年而已 對不知道 然後它可能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不知道它就消失了 對 這個 這個倒是 不過 這個Promotion我要思考一下網路行銷的方式 所以為什麼會用 Toro這個本身 它就有 它的這個 一個意象 一個名字的意象 或什麼 就網路行銷可能是一個 有幫助的東西 那 那 最後可能就要討論就是說 嗯 到底 可能很多人會問說 到底這個是 你為什麼要做這件事 嗯 然後 可能 其實老實說 就比如說人家就問 嗯 所以這Biz Model是什麼 或是怎樣 其實 比如說要用什麼 台子們啊 或什麼 這個我完全沒有 想說是要做這件事 對 因為你就是先用同號會的方法做就好了 因為這個 真的要講你做主機什麼成本 都是一個月一兩百塊 那你根本不用去想成本的東西 主要真的就是要人參與 是 對 然後 怎麼讓人家知道有這個 這個東西 然後 讓人家 去 可能這個網路行銷我還要想一下 就是 像藍典如果 它有它的網路行銷方式就會 有 你也可以看一下 對 土樓它本身是一種建築方式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你的很多意象可以從這邊去做視覺設計啊 品牌設計啊 因為 這些都是你設計完你放著 就算不馬上用 未來都是有意義的東西 這個也可以顯現做 對 土樓它的意象就是 它是一個 永續的 對 它有些 可能就是四五百年的 都還在那邊 它一直都還在那邊 對 所以 像你的Logo 或者你的這些東西 我覺得也可以看一下 Logo 我有喔 這個還蠻有趣的 反正 一個人空想就會 就很簡單 就是 想來這個Logo 我不知道會不會 就擔心你一分鐘 嗯 所以幾點都沒有 沒關係 沒關係 就是這樣子 或者是 兩個圈圈 或者是這樣子 因為這個意思就是說 土樓本身這個圈圈是在中間 那它是一個這樣子的 對不對 那只是把它移下來 那其實 這個就是你自己 然後或者這個是眼睛 你再往下看 嗯 你就可以往 往下看 我覺得每個人都是往上看 因為現在都是往上看 你在往下看 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大概我有想到什麼 那顏色也可以調一下 標準色啊 色彈啊 謝謝 很有意思 好 加油 謝謝